中海岸山火 一號公路部分路段暫時關閉 加州中海岸Big Surf一帶發生山火 造成一號公路部分路段暫時關閉 截至到星期六晚 山火的範圍增至1,050英畝 只有2成受到控制 全國氣象局表示 这个名為Carrado Fire的山火 上星期五大概7時半開始起火 禮岸疾風以及低湿度導致山火蔓延 星期六早上北加州的疾風曾高達時速100里 而當局更向某些地方發出了強風警示 大概有超過250名消防員參與破舊這場山火 根據CBS電視台的報導 加州公路巡景CHP關閉了Camobiles 外圍一號公路Rio Road的部分 而山火地點以南 一號公路在Monara周立公園附近暫時關閉 當局也向一些地區發出了強制的撤離令 美國紅十字會上星期五 已在蒙特利縣Monterrey County的Paro Colorado地區 開設了一個庇護中心 國家氣象局預計 山火煙霧會飄向Monterrey半島和Selena市 1月份加州發生山火並不常見 氣候專家認為乾旱的天氣 導致在加州有超過一半的地方被列為嚴重乾旱 因此山火季節會較長 而目前發生山火的Big Surf地區 估計未來也不會下雨 天下維持記者 編輯報導